旧日历中有佛像应该做何处理 这种事情也是一般的常识 大家都需要知道 过去经书佛像 破损不可以把它毁气 要修补 要修补 为什么呢 以前没有印刷书 这个佛像 人塑造的或者是彩化的 都很不容易得到 所以我们尽当非常珍惜 来保护它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印刷书发达了 成本非常低年 你看一般报纸上 你看那个佛菩萨像 我们都常常看到 那应该我们佛弟子应该怎么处理的 恭敬心对待它就好 像报纸丢弃了 报纸还是叠得真真气气 让一般它有专门收啰嗦的 我们用这个缩胶带抱好 让它拿走 因为你也没办法丢弃 你也没有地方去把它烧化 现在住在这个都市里头 困难很多 用恭敬心就好 那么旧的这个佛像呢 现在你就是修补了 送人也没人要 心的太多了 只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经书除非是古籍 这个现状书 这是几十年前 这个几百年前传留下来的 这个还要珍贵 要保存 那我们真的要修补 那个纸张呢 快要坏的时候 我们就用表画表背 那表一次 这个至少才可以保存五百年 这个事应当要做 但是现在一般 我们这个印刷的书呢 那就没有必要了 它的流通量太大了 所以在从前 基本上不可以写字 不可以把它弄脏 为什么呢 我们做了这个还流传给下一代 现在这个都不需要了 现在连这个 你看图书馆里头 珍藏的书籍 都可以引印 引印出来了 那我们再上写字 做记号都没有问题了 原白还还它 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 这个热力的处理也是如此 如果它佛像印得很精美 这个旧日力可以把那个佛像拆下来 香净框供养 那个热力就不要了 你非常喜欢的时候 如果它画得很俗气 不想供养的时候 照一般这个报纸处理就行 这一次 回事 昨天 超来 那我们上网унк 座不教 我们来播放 我们下期 发送 转型 转型 转型